Hello,大家好,今天跟进最新的动态是什麽呢? 就是王毅,现在外事办主任,取代了杨洁篪 跟着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忘记会谈,忘记会面,是非正式接触,在哪呢? 又不在大陆,又不在美国, 就在德国的慕尼克安全会议, 他们究竟谈了什麽呢? 我经常讲,大家看这些外交新闻, 不要单单看双方公开讲了什麽, 而是说要从各种蛛丝马迹, 大家去看看,他们没有公开讲的, 或者不是重点公开讲的, 究竟是什麽内容, 跟着大家还要再陷下很多的前因后果, 或者其他外围的蛛丝马迹, 然后才可以比较,不是全面, 比较掌握到真相,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政治新闻, 外交新闻,国际上的以鱼我诈背后。 好了,我们先不妨可以看看, 今次他们和布林肯见面在德国, 今次他们选择是什麽呢? 较早时有消息传过出来, 中国是没有否认的, 就是说这个月2月5日, 原本说布林肯可能去北京, 6日大家双方见乱, 不过后来没有發生, 因为后来就有一个气球风波, 而今次气球风波又是成为它两个人的一个会谈焦点, 那个公开的图像就是这样, 结果今次双方选择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 首先要讲讲这个会议的背景, 其实这个会议是由1963年开始, 到现在接近60年了, 每一次都是西方主导, 就是中国后来参与下去的一个国际重要的安全会议, 当然一来西方它显示自己对于国际安全的政策, 二来当然是大家背后又关门, 你跟我谈,我跟你谈, 以前中国被排除出, 现在慢慢参加下去, 但你参加下去是否等于可以跟其他人有同样的角色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次双方是选择在这个场合裡面见面, 不过我经常讲大家不妨可以增加多一些国际的操作知识, 其中是什麽呢? 大家有没有發觉今次他们两个谈, 虽然是德国是一个公开接触的活动, 但是见面地方是保密的, 这个新闻也有出来的, 但是究竟这个见面地方的保密背后是包含了什麽呢? 这个外交上来讲一般不会详细解释, 不过行内的人以前我们来采访, 慢慢慢慢就知道裡面的其中一些巧妙的东西, 为什麽呢? 因为今次又不在北京又不在华盛顿, 即是不在中美的地方, 是在第三角的地方, 而一般去到这些第三角, 如果你说去尊重别人的所谓中间东道主的角色, 那你去见面的地方都由对方安排,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是由第三角来主导, 实际上某个程度上, 他们都介入了会议的操作, 或者见面的操作,是吧? 讲得简单些, 当双方在第三角中间的地方见面的时候, 你要尊重那个地方裡面他们自己本身的权力, 假如对方是在现场裡面, 有他自己本身的譬如录音器, 以致偷听等等, 这个是很多国际上的有, 所以你见很多国际上的会议裡面, 是有公开活动的地方, 又有私下见面的地方, 如果私下见面的地方, 就要看看你们双方谈的内容, 究竟是要保密到哪个程度, 按国际上不明文的默契, 不要说协定,从来没有文字的, 就是怎样呢? 当你去到一个地方, 又不想第三角的人知道你们两边在谈什麽, 以前美国,你说它霸凌也好, 它有一个惯例、惯性来的,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它都会派人去到你这个地方, 由他们,中央情报局或什麽, 由他们的人去那裡做现场的技术探测, 看看你们有没有其他偷听器, 你去到譬如特朗普或其他美国官员来到中国, 中国当然不让你玩这一套, 所以你见他们公开所讲的东西, 全部照本宣科, 而秘密在美国大使馆裡面谈的那些, 因为他们裡面已经有反偷听的设备, 所以不一定去到那些地方, 所以如果去到第三角, 你又不想人家第三角知道你说什麽呢? 双方以前在美国时,我派人去那个地方, 我检查一下所有,有没有偷听设备, 现在中国同样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麽说地方的秘密呢? 就是说双方都行使了双方自己保护秘密的权利, 不想你第三方知道。 今次有没有是这个原因呢?不知道, 我只是将过去,大家会發觉那个国际上的会谈, 秘密接触怎样都好,就是有这麽巧妙的地方, 所以今次的地方保密反映背后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双方都不想大家摊牌了的东西, 摊牌了的东西有第三个国家知道, 秘密就是这麽了。 既然是这样,我们外面不知道它究竟讲了什麽, 是吧?我们不可以估计的。 我们先看看双方公开了讲的是什麽, 除了说那个内容、谈谈的内容不公开, 但是双方定位今次是定什麽呢? 就是定位为非正式的接触, 既不是会谈,又不是会面, 会谈高级一点,政府层面级, 又不是会面,连礼贸性的会面都不是, 而是一个非正式的接触。 好了,在这麽情况之下, 我们看看双方公开了讲的是什麽, 波林肯他公开讲的是美国警告中国, 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安全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的气球或探测器飞越了, 或者入了美国的领空, 美国是不可以容忍的, 所以打了那个气球下来, 这是第一个讯息。 第二个讯息就是警告中国不要用某种形式去支持俄罗斯, 令到外国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减少效果或失效, 警告,直接用警告这个模式。 第三个讯息就是美国也承认一个中国平衡的, 这就是美方公开讲的讯息。 好了,中国公开讲的是什麽呢? 中国公开讲的是美国这样是一种霸凌行为, 即是中国讲明这个气球是民用的无人的, 你还硬打了它下来违反国际的惯例, 这些来讲就是继续讲。 好了,中国另外讲过一件事, 就是说在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上, 中国的态度是三不不结盟, 即是与俄罗斯的关係是不结盟,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 这个较早时候, 我都请大家注意的了, 与习近平所讲的是很不同, 习近平最早期, 即是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习近平公开讲就是说中俄合作是无界限、 无上限、无边界的等等。 现在就开始修正了,是吧? 好了,另外一个中国当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写定, 你们外面不可以搞,在会外双方放出来的消息, 透过所谓民间的舆论讲, 就是说美国你一面是要对中国也好, 一面是继续破坏,所以不可以接受, 你一定要用实行动,这些是官方官话。 好了,看完双方公开讲了的东西, 我们不妨可以看看双方没有讲, 或者双方不是那麽重点去讲, 跟着在其他地方裡面是流出来的消息。 首先第一件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不要说特别,就是公开, 但是是很弹弓手,因为这个国际惯例是什麽呢? 中国将会发布一个叫做全球安全促进概念文件, 这个战义概念文件,全球安全战义是有些人读战义, 概念文件裡面其实是讲什麽呢? 就是讲中国在俄乌战事上的态度, 王毅也讲了中国的态度是催促和平谈判, 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扮演的角色是速谈的。 而究竟这一个内容, 这一个概念文件的内容究竟讲什麽呢? 现在放了个声气出来, 所以大家值得注意了。 你说中国有自己的主权等等, 但是中国其实是看西方世界怎样对待俄罗斯, 因为现在外面很多人说俄罗斯一次可以入针, 今次不成功,可以回去暂时养精蓄弱, 下一次再来过, 到最后俄罗斯膨胀的心仍然在, 所以外国有一种意见就是, 你不是单单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 你还要制裁以至俄罗斯最单是普京, 你要令到他一尋百彩就行, 这个外面有一个意见, 不过大家如果有留意, 在这一次的慕尼克安全会议裡面, 法国总统马克隆, 他讲了一些说话是几有趣的, 是讲什麽呢? 就是说,他讲没有讲西方, 但是暗示了,最低限度法国是这样的。 政策是怎样呢? 政策就是说,只要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 目标不是要打跨俄罗斯。 那你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如果你说从现实角度来讲, 即使你是美国, 或者西方联手, 你都没有办法打跨俄罗斯的,老实讲, 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国,而且是武器大国, 难道你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现实角度来讲, 你真是将俄罗斯赶出了乌克兰, 然后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发俄罗斯的内部政治改变, 然后普京下台。 跟着你谁上去呢? 这个很长远。 这个做法是美国长期以来历次, 可以在一些第三国裡面的情况之下出现的。 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看看奥巴马的回忆录, 其中讲到阿拉伯之春那段革命的时候, 即是说当时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怎样落台, 他落台之前是非常镇压的, 杀很多人的。 奥巴马的回忆录就讲了, 就是说当时美国就看见, 穆巴拉克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支持他多少, 但是他不断在铸压埃及民主, 这个又违反美国公开的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所以令到他两难, 到最后美国评估过穆巴拉克旧电池用得那麽上涯了, 然后他又逢美国和中东国家之路, 于是美国都说穆巴拉克麻烦你落台了, 但你又不可以派兵去埃及格, 所以当时美国其实奥巴马用了一招, 就是怎样呢? 首先打个电话给穆巴拉克, 希望你看面地下台,美国给你机会, 然后穆巴拉克死都不肯, 于是美国就向埃及的军方埋手了, 埃及的军方无论利益、贪污以至的军备, 都是美国提供的, 美国奥巴马跟埃及军方讲, 我们不再支持穆巴拉克了, 麻烦你在内部搞定,结果就是这样, 穆巴拉克就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了, 整个过程大家看看, 这个马克龙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好了,这一次是否与中方交底, 因为公开讲了的,布林肯对王毅所讲的公开说, 你不可以,中国不可以用某种形式去帮助俄罗斯, 因为这样你就会抵消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力了, 现在外面不断传,尤其是西方传媒传出来, 布林肯说中国有武器,尤其是都有大杀伤力的武器, 供应给俄罗斯,让俄罗斯入川普乌克兰, 这个讯息西方炒得很尽的讯息, 不过我从堂观察,我的感觉是, 即使中国去支持俄罗斯, 但是都不会在军备上面, 因为你在军备上面去支持俄罗斯, 即是参战的,是吧? 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军备要讲先进, 何时够俄罗斯这么先进呢? 俄罗斯反而卖武器给中国, 而俄罗斯卖武器给中国的级别, 同一款武器,但级别中国更低, 卖给印度的那些更高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西方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暗示, 中国在其他方面, 譬如金融、贸易、俄罗斯的石油, 转到东南亚的地方出口, 这些中国会帮忙, 因为当生意做,从中得益, 国际上哪会真正道义,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马克龙所讲的东西, 与布林肯向王毅交底的东西, 这裡会引起很多大家联想, 这些反而是真正外交加关注的问题了,此其一。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 在今次布尼克安全会议以外发生的,是什麽呢? 就是台湾,今次中美都讲台湾问题, 国事表达立场, 不过,刚好台湾的外交部部长, 这个不超舍了, 他又去美国访问, 去美国访问什麽? 大家都知道不可以有官式接触的嘛, 但是中国大陆的赤道就是说, 只要台湾的领导人不可以去外国进行官式接触, 其他的官员只要不是首脑那些, 他其实是全世界到处走的, 大陆到今时今日就不会说, 连政府的官员都不准离开台湾, 所以吴超舍是走华盛顿去见美国高官, 这个如果从过去公开外交的方法来看, 即是说某两个国家大家谈完之后, 他可以向第三方去通报的内容, 至于通报有多少呢?不知道了,各自计数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外交部部长这样去, 这个又是值得注意的了, 所以究竟背后大家在谈什麽, 密谈什麽, 随着刚才我们分析的, 今次见面的秘密地方, 德国,你说他可不可以搞偷听器呢? 但是中美双方都可以在会场裡面搞反偷听器的, 这个跟你借第三个国家, 譬如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见面等等, 这些就不同了, 双方只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裡面去设反偷听器,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等等。 所以我都不知道究竟布林肯和王毅谈了什麽, 只不过从这些蛛丝马跡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是一般安全会议那麽简单, 当然是双方还有些不知什麽的, 你说交底也好,交易也好, 各自谋求自己利益,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了。 所以继续观察下去, 看看以后怎样發展, 大家将这些情况看成一个自己对国际, 对政治的一个知识的学习就差不多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裡,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